武进区牛塘镇一名房坍塌,一女子不幸身亡 昨天是传统佳节中秋节,本是一个家人团聚的好日子 然而常州市武进区却发生了一件悲剧 下午四十许,武进区牛塘镇卢西村委和西村232至一名房发生坍塌 一女子不幸遭卖压身亡 当时,消防部门接警后,立即调集府东路中队 克勤一中队共26名消防员赶往现场处置 15分钟后,消防员相继到达现场,经初步勘察 坍塌的是一三层的民房,有一名一女子被困 因为是专混结构建筑,有二次垮塌的风险 为保障被困人员的安全,不能使用大型器械 只能靠徒手和简单的工具 当晚11时05分,被困女子被救出 可惜已无生命体征 经查,死者李某,57岁